新聞開始 大家關心天氣 今天全臺灣因為 大陸冷氣團影響 中部以北氣溫偏激 中南部一項的文差大 如果今天就是開港日落 冷博的溫度會回升 但是會不會開始 方面接近 天氣更換不穩定 這幾歲了大臺北地区 水氣有較少 天氣有較好 不過油溫是對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整天的溫度有我們偏激 相關這幾年十五九十六度 以來百億開港那天的中島進行 溫度會稍微回升三度 但是中島過了到暗時 方便慢慢挖滾 以過的變天 明天晚上到週二 這段時間封面會明顯通過 東北氣氛會增強 所以天氣上會有明顯的改變 中部以北地區 開始要轉為有短暫雨的天氣 金門地區 澎湖地區 也可能會轉為有短暫雨的天氣 甚至南部地區 至於這時間再晚一點點 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機會 自拜年開始 澎湖地區整強 國的運動都會說 會一直降到拜市 拜國才會稍微回升 如果只能找到稍微 這天 國土在地 才去車流又有很多孫 只能國土五個月 頭上到比那 向台北的方向 車有較多 外島的時候 車速是不到六十公里 在國一北向西羅浦岩系統 國山北向竹山中心 以及大山香山路段 則是在下午的時候 會有車流出現 另外因為 收到這天氣 這麼大的轉變 風慢慢偏向 偏大風 去上局提起說 收到這天的暗時到 開天那天的早上 車半部地區 有可能的大方部 開車要特別注意 來回離島 也要注意相信的 航班的組繫 記者綜合部都